准备到游泳的季节了,今天分享一个玩水的保障地点 如果你只喜欢热闹的地方,只喜欢开发好的景点,那么你可以滑走了 我只分享小众不需要门票的地方 应粉丝要求这一期分享柳州游水的旅游攻略 小山村寺坐落在盐宝山下,生态环境非常的好 在小山村上你可以观看到非常壮观的梯田 梯田上见有很多特色的苗族明基,拍照很漂亮 看完梯田之后我们前往时尚人家 距离小山村有2.8公里,前程都是在高山上行驶 看到这个青山寨门口,我们就已经到达了时尚人家 这是一个建在石头上的苗族村落 这里写有时尚人家提课 在这块大石的上方还有一个写生亭 它也是盐宝山的观景台,在这里可以看到后山的风景 你看这个狗子睡得非常的安逸 听着这潺潺的流水声 这里有从盐宝山下流下来的潜水 时尚人家里面也有吃住的地方 来到时尚人家一定要品尝他们的活花鱼 这种活花鱼都是养在高山的稻田里面 个头大个,而且幼稚鲜美 吃着活花鱼欣赏着日落,别有一番风味 在时尚人家山里面隐藏有一处天然的游泳场 可以直接把车开到里面 不知道路的可以问一下村民 水不是很冷,有深有浅 最深处达到了4米以上 晚上可以在时尚人家住宿,也可以露营 喜欢爬山的朋友可以前往白塘坡蹲顶飞来石 到白塘坡之后你会看到这个盐宝山的牌子 然后沿着旁边的这条石路往上走 一直沿着大陆走 一路上都有矿泉水平路标,非常的好找 从海拔1100米要爬到1700米 难度不是很大,风景非常好 登顶需要一个半小时 当地人称这块石头叫飞来石 在山顶上可以看到绝美的日落 不见意在上面露营,没有空旷的地方 站在飞来石上拍照是很好看的 唯一遗憾的是看不到日出 下山之后可以到达路边的水潭游泳 从盐宝山上流下来的水也是非常的好 柳州永水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大表山是一个值得令人向往的地方 这里不仅可以登高万眼,还可以游泳细血 柳州永水的旅游攻略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赞哦 大家拜拜 拜拜